大家好,我是艾米 现在呢,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里 土地资源十分的宝贵 而且随着小型公寓的盛行 人们的生活空间呢,也变得越来越紧凑 不过呢,如果我们能够利用 今天所说到的这十个视觉技巧和设计理念 那我们也能让自己的小户型看起来比实际更大 第一点呢,是大窗户和轻薄的窗帘 大窗户呢,能够创造空间较大的幻觉 因为呢,窗户并不是要将我们的视线限制在房间之内 而是呢,要将我们的视线引向窗外 当我们的视线能够看到更多的空间 就会让大脑呢,产生空间变大的一种错觉 但有些窗户呢,是由于宽度限制 并不能够让空间放大 这时呢,我们可以使用轻薄透明的窗帘加以改善 其实呢,深色不透明的窗帘会增加空间的狭窄感 而轻薄透明的窗帘呢,则能让房间更为通风宽敞 另外呢,安装落地窗帘也是可以在视觉上增加房间高度的 第二点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家具的选择 透明或者半透明的家具呢,能够创造额外的空间感 让空间显得更大 但如果呢,您不喜欢半透明或者透明的家具呢 可以选择那些流线型的或者是更小的 再或者呢,是带有锥形脚或细腿的家具 第三点呢,是巧用镜子 如果镜子放置得当的话 可以在视觉上有让房间大小增倍的感觉 越大的镜子呢,效果其实越好 但是呢,我们要确保镜子要放置在与视线水平的地方 并且呢,还要和墙壁平起 而且还要注意,镜面反射的物品 要避免那些杂乱的物品 第四点呢,是应用浅色调 从视觉效果来说呢 深色会吸收光线,给人一种封闭收缩的感觉 而浅色调呢,则能反射光线 给人带来一种明亮宽敞的感觉 深色呢,如果应用在内饰上,可以增添色彩 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能大面积的去使用它 第五点呢,是选择桌子 家庭成员呢,如果不超过六个人 我们建议呢,选择圆餐桌 这样呢,是比方餐桌更省空间的 因为它们没有边角,就能增加房间的流动感 这在小户型的使用中呢,是尤为重要的 那如果就餐人数超过六个人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方形餐桌,或者是椭圆形的餐桌 如果是要开大型聚会的话,可以选择拓展型的餐桌 第六点呢,是多功能家具的使用 多用途的家具呢,可以节省家中的宝贵空间 例如呢,像一张木头咖啡桌 它既可以放饮料,食品,也可以放杂质 第七点呢,是用扶手椅来替换沙发 两张扶手椅呢,能比双座的沙发更节省空间 而且呢,也能更容易的调整角度 以适应房间的比例 因为呢,人们的视线能够穿过椅子之间的空隙 看到后方的空间 大脑呢,就会认为空间不是那么狭窄 而相比之下呢,如果是放置沙发 则会挡住后方的视线 另外呢,在放置家具的时候 不要太靠近墙壁 应该保留一点空间 就能改善视觉的效果 第八点呢,是放低家具的高度 电矮的家具呢,能够让房间看起来更宽敞 而且电矮的架子,咖啡桌 或者是窗台呢,能反衬出空间的高度 弱化狭小的感觉 第九点呢,是缩小地毯的尺寸 地毯的尺寸呢,务必要与房间的大小相匹配 理想情况下呢,沙发和地毯之间应有一段小距离 如果呢,要在地毯周围放置其他的家具 最好是能和地毯的边缘保持一段距离 或者是呢,可以改用更小的地毯 这些微妙的变化呢,都可以在视觉效果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十点呢,是要清除鲜杂物品 把一年内如果没有用到的物品呢,都清理掉 也可以为您节省很多宝贵的空间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把剩下的物品好好地做分类 这样呢,房间就能显得更干净整洁 也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 以上呢,就是小户型显大的十个技巧 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呢,欢迎点赞订阅和转发 谢谢大家的关注